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一个汉代的一个小兽 它这个前面嘴里显着一个就像小油灯似的 然后这块还有一个这么结构 是茶香的吗 这东西好像挺好 好像是哪个博物馆见过这个气形 这个也不错 这种树确实是不错 工啊料啊什么的年份都挺好的 皮壳都非常不错 它这里头有一样土咬的痕迹 一个红山的一个小小玉鸟啊 小凤鸟 黄玉的啊 一个小珠子啊 小龟背的小珠子啊 也属于天猪类啊 这是一个老蝉石啊 皮革包酱啊都非常到位啊 非常温润啊 南红的啊 南红的四指红啊 一个手串啊 这两颗是橙香 然后一个扁形的一个松石柱子啊 还是比较漂亮的啊 这是一个骨头的啊 一个骨头的一个小松莲臂啊 这个谁要就送给谁啊 可以在评论区打上过小药啊 就非常细腻啊 摸的像玉似的啊 就是质地非常好啊 应该是个骨头件啊 可以在评论区打上过小药啊 或者是主要实现啊 都可以就先到先得啊 呃 这一颗松石的啊 松石的一个小小珠子啊 呃 这是一个马脑的啊 马脑的小猫和小蝴蝶啊 猫和蝶啊 啊 可以佩戴的啊 上面有孔 然后后边是猫和老鼠啊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它是属于一个马脑 一个随形的尿着啊 然后这尿着也是比较特殊的那种啊 这宫属于翘舍啊 呃 和田玉的青花的素面纹的一个玉璧啊 上面是云纹的 也是素面啊 呃 这是一个中古的一个玉蝶子啊 是云纹啊 塔形的蝶子啊 呃 一个小猴子啊 是马洪沁的小猴子啊 呃 这是一个陈虾木的手串啊 带来一个小虎牙的天猪啊 这个味道是非常不错的啊 这是一个明代的一个小玉璧啊 是两个鹤啊 呃 一个鸡骨白的一个绿瘦啊 一个回头的绿瘦啊 都鸡骨白色啊 呃 呃 明代的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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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一个子料啊 呃 带皮子的啊 呃 他也属于一个一个玉纸偏黄啊 属于黄玉啊 是一个磁龙臂啊 呃 一个铜的一个呱呱来材啊 一个镇纸 一个小蛤蟆啊 这个是马脑的啊 这种灰色的马脑啊 一个小手串啊 配了一个小猪子 这小猪子还是挺漂亮啊 呃 这是大猫骨了啊 大猫骨的一个山铜啊 呃 这是一个瘦筛石的啊 鸡鸣黄的一个 呃 有人物啊 有人物有树啊 一个山水的一个小小小手把劲啊 它是属于一个小籽料啊 这块是带皮子的啊 这块肉是特别细啊 有皮有肉啊 呃 这是一个地方玉的啊 地方玉的一个小壶啊 一个小八板壶 呃 清金石的啊 清金石的一个大碧烟壶啊 这个块头啊 这个块头啊 是比较大的啊 手头比较重啊 呃 一个斧上有龙啊 一个顺元左右啊 一个斧上有龙 玉壁啊 呃 这是属于 和门玉的啊 和门玉的一个面包圈啊 玉环 翡翠的啊 翡翠的一个观音啊 保平安的观音 呃 一个小马啊 一个明代的一个马啊 和田玉的带带小青花啊 雕工撂着都不错啊 呃 一个清早期的应该是一个佛像啊 藏传佛像啊 开脸非常不错啊 包姜皮革一眼开门啊 光气都特别好啊 而且它是封底的啊 呃 一个小天猪的一个小拨罐啊 带了一个大猪子啊 带这种猪杀沁的啊 这个小猪子啊 还都不一样啊 呃 这是一个老浴管啊 一个中古的一个老浴管啊 它这种云纹啊 这种都是一眼大开门的东西 一眼老的东西啊 这种斜坡的工艺啊 一面坡的雕工啊 整体来说非常不错的一个大浴管啊 非常板着啊 呃 呃 这是一个新疆碧玉的啊 一个小 上面是个小龙还是个小猫啊 小猫应该是啊 一个小扭章啊 这个印文比较不错啊 这印文谁能印出了 这是一个姓吧 有点像张啊 还有点不咋太像 呃 这是一颗 台猪啊 非常漂亮啊 它这个皮革包姜啊 你看这种光气啊 这猪子特别好 颜色啊 特别少见啊 绝对是猪子里的精品啊 这个是一个小小小汉代的一个小瘦啊 汉或者唐啊 一个小瘦 是一个小像小豹啊 小雕工特别好啊 看这个小小刀痕啊 油石毛雕的小小工痕啊 还有这个光气啊 味道啊 这绝对是小精品啊 这是一个高谷的一条鱼啊 两条啊 两条 这是一条 这还是一条 还有荷叶啊 属于连年有余啊 带这种红沁的啊 非常老气啊 呃 一个小牌子 吊坠啊 这应该是一个地方玉材质啊 主要它这个玉纸啊 像一个小画片似的啊 特别的少见啊 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铜是个老的啊 铜这后边还有一个佛线啊 这铜这个是一眼老啊 很有特点啊 这东西很有特点 呃一个老马脑的啊 这种是水晶半生的啊 一个手串啊 呃 这个是一个白玉的一个小铜纸 细红啊 细猫啊 都行啊 手把劲啊 这个白度够啊 玉纸就是偏粗一点 石性大一点 石性大一点 那这东西雕工啥 这还不错啊 呃 辅寿啊 辅寿双拳 辅寿双拳 上面还有俩鸟 一个大玉壁啊 楼空的大玉壁啊 呃 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玉壁啊 这是两个兽啊 金丝楠目的啊 一个长寿龟啊 这是一个长寿龟 这块是一个金蝉啊 他就属于一个水弦的啊 手把劲啊 呃 一个明代的小崩仲啊 辟邪神器啊 这个是琥珀的啊 这个珠子是琥珀 然后上面有几颗蚕食的老珠子啊 都是辽金左右的老珠子啊 呃 这是一条 卷尾龙啊 和田玉的一个大卷尾龙 呃 一个错进银工艺的一个天珠啊 其实这颗珠子还是挺好的啊 你看他整体的光气啥都非常不错啊 呃 一个多宝的小手串啊 有这个老珠子 马脑的 有这个陈香木啊 有这个松石 这颗松石珠子也不错呀 有这个松石珠子 还有翡翠 还有翡翠 蓝红 还有小虎牙 这是马脑 最好也是马脑 松石啊 还有一个小山布猴啊 配置比较不错的啊 多宝串 呃 这是一个圆宝炉啊 一个铜的一个圆宝炉 玉黄殿啊 这是一个大炉子啊 上贡啊 或者是什么 就点香的啊 这块 非常漂亮啊 一个大圆宝炉 这是一个老骨头的一个手串啊 不是 这是一个手把劲啊 手把劲啊 呃 老末啊 这是一个老末块啊 看他这盒子已经有年份了啊 呃 这两个是黄花梨的 老的啊 是小杯垫啊 只是你看这个这包姜皮壳啊 非常老气啊 两块啊 两块 他俩应该是一块木头 然后一块木头啊 是这么来的啊 非常老气啊 而且他手头非常重啊 而且非常厚 看着包姜皮壳都非常老啊 这个上面是放点小东西啥的就是 非常有味道啊 古香古舍啊 然后今天东西就这么多啊 喜欢老王呢还是给老王点点免费的关注啊 老粉丝还是给老王点赞啊 长按点赞三秒那种 然后谢谢大家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